台湾中央研究院前生化所所长陈庆氏 经报八篇学术论文造假 遭到撤稿处分 中研院今天对外表示 陈庆氏请辞特聘研究员一职已经获得准序 陈庆氏在美国研究的论文 早在2016年就被发现涉嫌造假 当时美国二亥俄州大学接获通报后 随即开始调查 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员 并没有按照规定每天记录研究结果 而是以美洲进度报告取代 被怀疑美化研究数据 消息爆出之后 陈庆氏先后辞去中研院生化所所长 以及美国二亥俄州大学教授的职务 昨天美国二亥俄州大学调查报告正式出炉 认定确实有蓄意伪造数据的例证 因此建议陈庆氏 从2006到2014年发表的八篇论文立即撤下 中研院学术伦理咨询委员会发言人 孙以翰表示 将查明陈庆氏返台之后所做的研究 是否依据这八篇论文进行延伸 并且依照相关学术伦理进行责任追究 今天中研院发出简短声明 陈庆氏已经请辞特聘研究员 并且获得同意 后续将由伦理委员会进行调查 陈庆氏学术造假一案重创台湾的国际形象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导 工资本日询工资本日询工资本